Garmin GPS Map 585 Plus 内建 Quickdraw Contours 地图绘制功能 它能以1英尺为单位,即时建立船身下的等身线地图 让您轻松掌握海底地形,建立个人化的海图 除了 GPS Map 585 Plus 外 您还需要准备容量足够的 SD 卡 以及与装置匹配的探头 并确保装置可以接收到 GPS 讯号 首先,按电源键 开启 GPS Map 585 Plus 进入导航海图或渔用海图 按 Menu 键 选 Quickdraw Contours 开始录制 GPS Map 585 Plus 会自动绘制海底深度地图 并显示在荧幕上 您只要继续开船就好,不需要额外的操作 您可以在 Quickdraw Contours 地图上 标示出兴趣点或危险点 用方向键移动游标到想标示的地点 按 Select 键 选新增 Quickdraw 标签 输入标签名称 新增完成 若要停止绘制海底深度地图 按 Menu 键 选 Quickdraw Contours 停止记录 接着选管理 名称 为您的地图命名 如果想以不同颜色区分深度 按 Menu 键 选 Quickdraw Contours 选 Quickdraw Contours 设定 先确认调查着色是关闭的 接着选深度遮蔽 新建深度范围 选择颜色 并设定上下线 重复以上的步骤 将需要的深度范围 一一建立 除了绘制自己的地图 您还可以在免费的 Garmin Quickdraw 社群 分享自己的地图 或下载别人的地图 以上就是这次的教学